早安 大家好 我是余波 我們現在在香港國際機場 準備出發去日本九州準備電單車旅程 我今天帶了的人是 是我 陳小姐 帶了他的另一半過去 今次我報名參加了頭盔王的九州旅行團 今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日本駕駛電單車 也帶了陳明 希望可以為今次的旅程做一個製作特輯 我們會拍攝多點 看看在日本怎樣駕駛電單車 我們會去五天四夜 我們每一晚都會轉不同的酒店 類似一個路程 每天就不斷駕駛電單車 去游山換水看風景 看看九州的風景和景色 最適合我這些文靜的男人 最適合你就是駕駛車的人 甚麼都不做 今天我們會記錄整個日本旅程 大家期待一下究竟之後會發生甚麼事 你期不期待 我期待 我也是第一次駕駛 希望沒有派 在日本攬山 我們已經將行李寄倉了 進行出境手續 離境嗎 離境 出境 離境 我現在離境 離境 不是嗎 不要理了 總之我們待會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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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往40至80號集口 - 40號至80號集口 - 沒去錯 - 哇這件事這麼難忘了 - 我想起一件事我忘記了做 - 是有些什麼 - 我忘記幫我的頭盔裝一片落 - 自己買片落但不拿工 - 在公司拿片落但 - 這麼快就到了 - 真是很小學生 - 我在這裡保持一火幼暖的心 - 挺開心的我帶你去旅行 - 哇 - 哇 - 我們這次會乘搭的班機是 - 渥泰CX588 - 我們是62號集口登機 - 航班出發的時間是11點 - 現在還有少許時間 - 為何這麼深不在然 - 因為公司是煩我 - 好 經理剛剛還在PM我 - 明知我正在玩 - 我正在跟第二間庫頭合作 - 今次旅行團是由頭盔王和Rental819聯合贊助播出 - 出發聲音樂 - 說完美出發聲音樂 - 為何你會發現這裡有多大 - 現在是吃飯的時候 - 我想問一下什麼 - 燒汁飯 - 鑑魚和這個薯仔 我喜歡吃這個,我很喜歡吃蒜蓉的 交換了,交換了 OK,交換了 因為剛剛我在睡覺的時候 他拍攝了我,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很香 魚送 我的風車很好 很細心 對你特別細心 我叫聲,就像陳小姐叫我 你拿他們來跟陳小明姐給我 一會兒大部放過他 對 裡面的第二部放不放過他 放過第二部,不能放過你 日本時間4點09分 日本時間比香港快一個小時 我們剛剛來到福江機場下機 我們會去租車公司拿電單車 而Rental819的租車公司 就在機場附近大約三四分鐘的車程 一行人士就會乘車 立即過去拿車 今次電單車旅行團 我們事先報名的時候 選擇了自己想要的電單車 你選擇每一款電單車 有不同的價錢 而這裏在座其他團友 都是報名參加團 而我和陳明就是 不錯,我們都是來參加 來參加的 所以我們的身份 只是一個每發表的參加者 所以你們會看到 我們的頭盔全部都更新 我一早就選擇了 是嗎?可以公開嗎? 到時告訴你 應該有些特別的東西 到時你就知道 推出高輪 到時你就知道 今次我們參加頭盔王的 電單車旅行團 其實他們是有導遊 有識日文的人 會安排好所有東西 我們上車吧 上車就行了 好 你好 我予進來了 好 好,我會看到你駕駛的感覺 為什麼人家駕駛的感覺 因為他駕駛的感覺 所以這是西亞 這是飛機牌 讓我知道YouTube屋 對 魚波 是說過Moko Sài Gョ 對,香港的一名最棒 為甚麼? 傻傻說這些 傻傻說這些 經過三分鐘的路程後 我們來到 Rental 819 的租車公司 我們一起來看看後面 全部都是 這次旅程我們會租的電單車 我們要去做什麼 那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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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傻傻傻 今天就過來我們 Rental 819 和頭盔王的國全 這裡是Rental 819 的福光空港店 在福光機場旁邊 Rental 819 是日本最大規模的電單車租車公司 自2017年起 頭盔王成為指定Rental 819香港及澳門區的代理 為香港及澳門的車友提供租車服務 自駕遊旅行團住宿 以及自由行套票等服務 至今已經舉辦20多次日本自駕遊旅行團 所有旅行團由資深中日商與領隊搭配對港機 和後勤車的全程支援服務 讓你可以無憂無慮地享受電單車旅行 租者電單車的原則是你必須要有護照、信用卡 香港或澳門的電單車牌 以及國際駕駛執照 而年齡需要20歲以上 想在日本租車玩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種參加電單車旅遊團 第二自行租車自駕遊 未來更會有自駕遊的機票和住宿套票 而今次我們先介紹上面的兩個部分 今次我參加的是頭盔王舉辦的電單車旅遊團 在他們Rental819網站可以找到相關旅行團的資料 一個價錢、付費就可以參加 而入面是會包機票、酒店、電單車租用 意外、車輛受損保險 隨團還有識日文的領隊 旅程中還有後勤車可以幫大家 完全不需要煩惱Pan行程及景點或任何中途發生的問題 都會有人幫你處理 而團費會因為你所選擇的車款而有出入 例如今次九州之旅 他們會有以下的車款給大家選擇 先報名先留車 所以合適日子的話記得盡早報名 否則你想駕駛的車就會被租了 第二種是自行租車自駕遊 上Rental819.hk網站 因應你的行程而選擇分店 車款價錢及級別可以看以下的表格 價錢用日元計算 車款分為8個級別 由P1至P8 P1為最低等級 P8為最高等級 你可以根據你行程日數而決定租多少日車 Rental819每個分店可以租用的電單車都不一樣 大家必須留意該分店有沒有你心儀的車款 另外選擇電單車時要留意 125cc以下的電單車是不可以使用高速公路 租車時留意每一部車有的配備 例如USB充電 可不可以加裝側箱、尾箱等等的配件 都會因為電單車的設計而有所不一樣 遵用其他配件都可以留意以下的價錢表格 部分分店會提供ETC卡租借服務 等你在高速公路時使用自動繳費系統 至於ETC的租金是額外收費的 選擇了租車的車款後 你就可以填寫租車和還車日期 填寫還車表格 過幾天收確認電郵便可以了 你租車會包一套第三者保險 當你駕駛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無論令第三者受傷 造成對方的財物損失或後座承壓受傷 甚至被人偷車都是會有保險 另一套保險是強制購買的事故保險 當你駕駛自己座駕發生意外整爛部車 即使炒到部車整部要湯 你都只需要賠佔底費 Rental819.hk全新的網站會在7月啟用 上面會有更多租車資訊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上去研究一下 看到這個位置 先別忘記條片 小弟和頭盔王電單車用品 談到一個超級優惠送給大家 由7月至12月起 凡在Rental819.hk報名參加電單車旅行團的時候 輸入魚波2023即可享有800折團費優惠 未來8月份中部升隆道團以及9月份的MotoGP團已經開放報名 有興趣的你們快點來到Rental819.hk 查閱詳細資料 租車優惠方面 推廣期間在Rental819.hk 在以下9間分店租車的時候 在優惠馬欄輸入魚波2023即可享有800折現金回鎮 看片這一刻未去的你們請記住以上的優惠馬 到你有一天出發的時候可以幫你省到很多錢 假如有任何車會團體公司旅行計劃出國感受電單車的文化 歡迎向頭盔王電單車用品查詢並說出 我是魚波介紹的 他們會給到更多的服務和優惠你們 我一早就已經選好了 下一部就要上裝備檢查清一部車 看看車有否甚麼細節或問題 有些選擇配件會預先租車時跟他說 至於我選擇沒有甚麼車呢 沒有人猜到 大家留言猜一下究竟我會駕駛甚麼車 每個事都會做到 到達結果 最新的訊息 I don't fuck that shit I don't fuck that shit I don't fuck that shit